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伟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台XSMAS 啊 这台机子 啊 也是电池100的哈 然后是 啊 东广的吴先生拿的哈 让我们帮他拿的 那么这台机子呢 啊 是一台官方机 啊 为什么说官方机呢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创号可以看到的嘛 那如果是这里是F开头的就是官方机 然后小N开头的就是官方机 啊 还有一个大M的就是零售机 啊 然后像这种机呢 电池100的 因为就好多是官方机或者官方机 那么有一些朋友就说 啊 那官方机呢 用起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啊 正常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用起来其实跟我们 正常的那些机是一样的啊 啊 因为只有官方机或者官方机啊 那些机的电池才会有那么高 正常像这种机子啊 它出厂的日期是 2018年上市的 但现在2021年了 三年的机 那么好多就是因为是官方机或者双方机 它才有宝啊 它在它电池才有一百啊 像2018年的好多都是改过数据的啊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开头的这个那个官方的 但是啊 具体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呢 也是接触了很多像这种官方机的啊 官方的手机 但是 啊 都是没有什么质量问题 我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讲 谢谢